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成都五喉区 易藤阳花塘的双南店 我们今天一起去看看自动给往来人员 量体温的五级热成像测温系统 就是比较方便快捷 而且比较安全 而且这个温度预测的比较准确的 而且介绍了这个我们顾客派对 等候测温的这么一种状况 一排这个无人消毒车呢 可以二次不小不大 它需要在作业 它这个每小时的工作量就是 它大概是在那个三千左右 配的这个车的话是需要一个人 来自这边的地方 给它这个车架调度训练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五级技术大显身手 一批五级智能科技产品纷纷亮相 成为疫情防控中的神兵利器 希望越来越多的科技产品 能运用到实际当中 为疫情防控提供更多便利 一般来说这个出院的话是按照年格按照国家的标准 一般发热一周不发热一周以上 双次核酸阳阴性 然后再加上那个CT已经吸收 明显吸收 感觉越来越好了 看到希望了 近一周 武汉 湖北和全国 确诊病例治愈率均持续上升 全国治愈出院比例达到52.1% 说明全国疫情防控总体形势持续向好 医疗救治效果明显 救治压力正在减轻 对于代国证明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感染 所以说要求居民全部呆在加州 由社区安排志愿者和工作人员 带为居民服务 把居民手需要的药品 够送到家中 因为他手机也玩不到 电脑也玩不到 那这必须通过他们自己 需要采购药品的清单 我们根据清单再给他买药 买回来以后再送到他手中 这个是几多钱 12块5号 那就是我用支付了一个现金 都可以 支付了一下 我请一下吧 好 来 你给的450块钱 是吧 从我用是345 加上个带真的 355 355 这个钱加了以后 我帮你95块钱 单纯在这里放吧 你看清楚 不要去 不要去 妈 好好好 好好好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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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的粮一定要按照说明书 好好好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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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谢谢啊 好好好 拜拜 拜拜 我们只为一个一分子 国家的一分子 这位困难的四季一层 疫情最困难的武汉 我做出我自己平民薄行 赢作的一分心 就够了 他应该先遇到了 嗯 他应该先想找什么 是吧 � 吵 suite competition 我 崼 intend India 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